大家好,我是Jacky 最近我们看这期峰会又召开了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开个小会 这次小会的内容是关于什么呢 是拜登政府最近想要加税 但是加税就面临一个问题 本国的财富开始外流 有钱人他不希望交那么高的税 企业也不希望把利润交给政府 所以这些公司自然就会搬到 一些税率比较低的发贷国家 比方说是欧洲的爱尔兰这些国家 那么税率只有12.5% 所以美国如果是想要从目前企业税 15%的基础上加到21%甚至更高 那么必然要考虑到资本外流 以及企业和人才 包括有产阶级外流的情况 那么这期峰会这一次叶伦就非常的聪明 他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 各财长还有税务方面的人 召集在一起之后大家开会讨论 说全球目前的税务非常不平衡 有一些国家收的非常低 甚至是1% 2% 那么有一些国家像澳大利亚 收接近30% 在这样的不平等的税务体系下 很容易造成企业为了避税 把一些部门或者是 有真正大的利润空间的行业 都放在一些可以避税的国家或者地区 包括新加坡香港和新西兰 所以面临的问题就是美国如果是想要解决目前的财务紧缺状况 通过投资和税收两种方式 那么目前的税收这个方式是必然要提上议程的 所以说美国政府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大家都把最低税率的征收比例提高 提高到15%或者是更高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有特权吸引到极少数的一些资本 或者是上市公司的企业 搬到那些地方避税 像爱尔兰作为一个小国家 他的财长发言说 你要考虑到一些小国家是特殊的情况 就是靠这些低税收的政策来吸引外资 那么很明显的美国政府 包括耶伦都不会认为爱尔兰的考虑 是会涉及到这期整个峰会最终的结果判定 那么大家基本上对这一协议已经是表态 是都支持 那么在6月13号14号左右的时间 就可能会签署 签署之后 这期峰会会把这一项法案 推行到140个国家或地区 希望全球的主要国家 都接受这一规定 就是最低税率上调 统一定价 所以说美国政府非常有意思 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担心本国出问题 经济或者是资本外流 那么让全世界都要加税 这样的背景下 我认为对整个市场的科技股企业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利空影响 因为像苹果公司 大部分的收入都做在海外 包括做在爱尔兰 很简单 就是比方说成本价200块 变到卖出价是1000块 那么中间的差价 是利润是坐在其他的一些 可以避税的国家和地区 那么最终的成本价到售出价 通过美国企业贴标 美国的苹果贴标 那么这部分可能差价 只有1000到1000亿 只有10%的利润空间 最终美国政府就非常头疼 像亚马逊 这些大平台像Facebook 他们的避税手段都非常多 苹果在欧洲区经常被税务罚款 之前只征收了100%的税务 所以说对这些科技巨头影响就非常大 同样亚马逊因为它的毛利和净利都比较低 所以经常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和利率税 在未来欧盟以及美国这期签订的这次协议 对亚马逊这一类毛利利润率比较低 但是总额比较大的企业也会增加税收情况 那么到目前为止 亚马逊已经开始公开表态支持政府的加税 但是其他企业目前还没有出现正式的表态 所以说对于上市公司来讲 我认为未来他们的税收压力会更大一些 那么全球征税 包括澳洲的CRS体系对我们澳洲华人 也会产生一些重大的影响 未来的税务透明化以及合理避税 都会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做CFD差价合约以及GOMES能够支撑 包括在香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能够开户 所以说能够有效的帮助大家在税务上 包括设立香港公司家庭信托公司等等 同时支持大家多个账户来操作 那么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就和我们取得联系 屏幕下方有我们的小助手 后面有联系方式 再次感谢大家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